当韩氏幽默遇到一拳超人 没有什么心灵创伤是不能治愈的 如果有 那就让马东西把你的24根肋骨打断25根 话说沈马东西闯荡北美 结果却被坑得只剩一条裤衩 厌倦了打打杀杀的老马 便想回韩国退影 Winzel先 他从德国走私了一批医疗设备 原本老马是想将设备低价抛给自己曾经的小弟老赵 可谁知这家伙竟然不知道好歹 不仅不收设备 还各种嘲讽老马 如果放在以前 老马会毫不犹豫挤巴掌 但现在虎落平洋被选期 他也只能认栽 可就在他准备带着小弟离开时 老赵的一个小弟引起了老马的注意 一旁的小弟告诉老马 此人名叫朴国昌 曾经是首尔最厉害的整形医生之一 凡是他动过刀的患者 外人绝对看不出整过容 江湖人称朴必抓 可因为被人陷害 老朴被吊销了医疗执照 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现在只能在地下黑诊所做带刀医生 看着落魄的老朴 老马嗅到了一股铜锈味 原来老赵想开一家美容机构 但却没有一个厉害的整容医生 于是他就想请老朴去背后竹刀 利润三七分 如果出了事 自己会在前面顶着 可老朴被这些人坑怕了 他不相信老赵有实力 万一自己再被吓套 这辈子就真的起不来了 谈判中途 老朴借口去了厕所 恰好遇到来打探情报的老马 老马当场就表演了 什么叫没有关系也要硬蹭 看着疯疯癫癫的大胖子 老朴十分无语 碍于自己实力弱小 他也不好戳穿对方的谎言 老马递过来一张名片 说有事可以联系自己 可老朴转身就把名片丢进了下水道 第二天一早 老马找到了朋友梅姨 从梅姨这 老马又搞到了一些关于老朴的情报 两人正聊着 恰好看到放贷的正在找老朴的麻烦 碰巧的是 放贷的人曾经是老马的小弟 老马一看有机会 自然不会错过 他将两个小弟和老朴叫到一起 老朴以为对方是想找麻烦 谁知道老马这时说了句话 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老朴有些意外 可他没想到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老马带着老朴来到了一个高档会所 他已经让小弟将负责管理 从一执照部分的负责人请到了这里 对于普通人来说 执照一旦被吊销 想重新获得 需要耗费极大的代价 可在老马的运筹帷幄下 他只用了一杯酒 就将老朴的执照搞了回来 果然一片土地上的人 都是一个样的 看着神奇的老马 老朴再也无法淡定了 搞定了老朴 老马又找到了老赵 看着这个烦人的大哥 老赵也十分不耐烦 他从钱包里掏出250块 想打发对方 一听这话 老赵顿时来了精神 在老马的撮合下 整形医院很快成形 作为出资方 老赵想在医院多安排一些自己人 可谁知老马张嘴 就要走了主任的位置 为了逼走老马 老赵绞尽脑汁 他让小弟在采购上为难老马 找借口撵走他 可谁知愚蠢的小弟 根本就不是老马的对手 他反而还被老马算计了 老马让甜蜜蜜发廊的梅姨 找来两个在医院进行过手术的18线小明星 说院长的手术有问题 导致自己睡觉无法闭眼 在舆论的加持下 院长狼狈下台 哈哈哈 没了阻拦 老马开始充分发挥搞钱的超能力 他让梅姨担任医院的顾问 天天忽悠那些爱美的小年轻 孙我们是正苍 就這樣子 就好 我們好 肥仔 身分 30% 一點 如果你是否 就15% 這次 在梅姨的忽悠下 医院的生意越来越好 老马也赚得盆满钵满 可好景不长 这天两个警察到医院检查 原来老朴的行医资格证并没有拿回来 那是老马花20块 从半假证的人手里弄来的 一听这话 老朴当场就被下滩了 在韩国 吴正从一可是重罪 最低也是十年起步 像他们这样金额重大的 估计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就在老朴以为 他要去和谦歌一起采缝纫机时 一个美女找到了俩人 女人自称名叫戴姐 她拿出一小瓶神秘液体 想让俩人帮忙销售 作为条件 警方的事情 她可以帮忙打点 一听对方的姓氏 再看看对方的长相 老马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戴姐不仅人长得漂亮 办事也很利索 第二天一早 医院就接到了复工通知 而这款神秘液体 也成功进入了医院 老朴每次手术都会忽悠患者 这可是高级货 打伤一针漂亮一年 有了戴姐的扶持 医院的生意更加火爆 老朴买了房 老马也买了三叉戟 为了让店里的生意 更上一层楼 老马还搞了一个活动 他花重金找了一个 奇丑无比的女人 然后让老朴亲自操刀 将女人整成了大美女 看着前后的对比图 记者们都被惊呆了 节目很快就冲上头条 老朴也一举成为了韩国知名医生 可随着医院的名声越来越大 老朴和老马都有些飘了 他们都认为 医院能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自己的功劳 缺了自己 医院什么都不是 两人还因此经常较劲 就在这时 老赵带着一个叫彪爷的男人 找到老马 原来这个彪爷 才是医院最大的股东 他看医院生意火爆 于是便准备做大做强 但加大投资有个要求 院长必须要是自己的人 彪爷也没亏待老马 给了他一个副院长的位置 等双方签好合同 老朴才得知自己被抛弃了 他气愤地找到老马 说是想练练 结果 看着强壮的老马 老朴委屈巴巴地哭了起来 可更让他委屈的还在后面 新医院的份额 自己只有10% 老马的彪悍 让老朴敢怒不敢言 可就在老马兴致勃勃地 准备做大做强的时候 彪爷却打来电话 说是新医院的地皮出了问题 没等老马反应过来 新闻里又爆出大瓜 医院里所谓的进口整容药剂 竟是五毛的蒸馏水 这下事情大调了 老马和老朴都彼此怀疑 是对方点了自己的水 这下事情大调 一看老朴出手 老马也没有闲着 他拎着一袋子钱 找到一个80岁的老阿姨 原来之前的整容节目是假的 所谓的美女 其实是老马花钱找人假扮的 他让老阿姨带着钱 去电视台曝光老朴 而老朴也没有闲着 他悄悄溜进了老马的小金库 进来一看 老朴直接傻眼了 架子上和柜子里到处都是钱 原来老马这家伙不地道 他做了三手账单 一本给老朴 一本给标也 最后一本才是真正的账目 这段时间来 这家伙竟然薅了一百多亿韩元 老朴将真正的账本偷了出去 交给了代姐 很快 两人的行动就有了成果 第二天一早 医院外就围满了记者 老朴被团团包围 各种问题分至他来 而老马也遇到了麻烦 代姐找了两个警察想要逮捕他 混迹社会多年 老马当然不会束手就擒 他打翻警察就逃了出去 一路上老马越想越不对 自己做事这么周密 代姐是怎么知道自己贪钱呢 突然老马想到了老赵 他仔细一查 很快搞清楚了真相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赵搞的鬼 他火通没移 破坏了他和老朴的关系 然后又让两人自相残杀 相互举报 这样他们就可以拿回医院的控制权 老马越想越气 他直接找到老赵 让对方领悟了什么叫社会的黑暗 做 marginalized努力 看到那么 中国人 收拾完人 老马就准备回公司拿钱跑路 可刚进来他就看到 老朴居然正在自己的小金库倒汽油 原来老马的举报 把老朴搞得身败名裂 他准备一把火烧掉医院 一看对方来真的 老马当场就怂了 他急忙说出了真相 说一切都是老赵搞得贵 小金库里有一百多个椅 他们完全可以从头再来 在老马苦口婆心的忽悠下 老朴心动了 谁知他手一滑 眼看自己的小金库就要被烧 老马拎着一旁的水桶就浇了上去 谁知道桶里装的是老朴带来的汽油 火不仅没灭 反而更大了 更不巧的是 小金库里还有一个氧气瓶 还好火势不大 爆炸扑灭了不分火 老马急忙冲进去 开始打包资产 可就在他拎着钱准备跑路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旁昏迷的老朴 毕竟也是曾经的好伙伴 老马也没有见死不救 他一嘴叼着钱 一手背着老朴离开了火场 可俩人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结果却被赶来的警察撞了个正着 这下尴尬了 还好一把大火烧掉了账单和现金 俩人因祸得福 最终老朴因为非法行医被判了四年 而老马则因为偷税漏税被判了三年 出狱后的老朴再次接到了邀请 这次有人想邀请他 去隔壁的隔壁国家开设美容院 就在老朴犹豫不决的时候 老马出现了 原来邀请老朴的人也是老马曾经的小弟 一看大哥来了 小弟自然不敢停留 两人相视一笑决定从头开始 太秀 韩强直和东哲坐在行驶的车里 然后露出被蛊惑的微笑 安逸而堕落 如同此刻 谁都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 一瞬间 太秀仿佛看到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 如同走马灯一样 一一闪过 太秀是个三流混混的儿子 太秀爸爸在彩电刚刚兴起的时代 就偷遍了全韩国 打架 赌博 玩女人 坏到了跟上 并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太秀妈妈因而离家出走 跟着这样的父亲 太秀自然有样学样 早早成了校园的渣子 可是这样的一个小混混 最大的梦想 居然是成为检察官 只因他让年少的太秀 第一次见识到了全世的力量 可是要当检察官的第一步 就是需要优异的成绩 太秀荒废了十几年的学业 怎么可能一速而就 太秀想要努力学习 可习惯了混吃等死的他 只要粘了书本就会睡倒 就在太秀一筹莫展之际 在舞厅的白噪音里 看漫画的人 给了太秀灵感 一试之下才发现 在嘈杂的环境里 太秀不仅能看书 还效率超群 从此 打架斗殴 跳舞唱歌的画面里 总能看见 太秀拿着课本读书的身影 就这样 太秀突飞猛进 一口气前进了几十名 气得老师以为太秀作弊 当庭一顿暴揍 太秀就这样 实现了人生中的 第一次逆风翻盘 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首尔大学 可是大学期间 正好爆发学生民主运动 太秀参加抗议时 为了救心仪的女学生被抓 那位女学生 不仅是通缉犯 还把太秀卖了 而太秀被抓去当了兵 韩国处处有歧视 尤其是军营 为了不被为难 太秀耍起了小手段 太秀被幸运地 分进了清闲的部门 并利用这段时间 努力提升自我 一退役 就住进了 了农子大小的 考生宿舍苦读 和所有考生一样 梦想着人生逆风翻盘 但太秀是被上天眷顾的 别人考了多年都落榜 而他就像开挂一样 太秀顺利进入司法研修院 成为了检察官预备役 从此也成为了家人的骄傲 外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亲朋好友都来为他庆祝 太秀速成为了抢手货 受到了媒婆妹的青睐 太秀也因此结识了 让自己一见钟情的妻子 妻子上西是财阀家的大小姐 有钱还有言 性格颇辣有主见 就像个小野猫 正对太秀的胃口 而太秀匹率的样子 也让上西十分满意 双方一拍即合 所以太秀的检察官任命书 额外附赠了一张结婚证 可是检察官的生活 没有太秀想象中那样叱咤风云 工作辛苦 薪水低 还要夹着尾巴做人 而掌握全市的 只有1%的检察官 其余99%的 如果没有机遇 就只能一辈子碌碌无为 在暗读辛劳了两年后 太秀终于迎来自己的机遇 体育老师宋白浩 多次性侵虐待女学生 只因为宋白浩的父亲 是国会议员 有权有势 而女学生致敏的母亲 只是有智力问题的小摊贩 所以宋白浩只给了500万韩元 打发了致敏母女 太秀约谈宋白浩 对方毫不留守 一看就是惯犯 更重要的是 宋白浩嚣张的态度 彻底激怒了太秀 太秀全力以赴 重新收集证据证词 探访证人 劝说受害人的母亲 力士要把这个禽兽送进监狱 可就在临门一角的时候 太秀的学长东哲找上门 他带着太秀来到了战略部 这里收藏着无数高官显贵 社会名流的黑料 一旦爆出去 整个韩国都会地震 而掌握着引爆时间的 就是战略三部的老大 韩强直 宋白浩的父亲 与韩强直关系匪浅 作为交换 太秀要对性侵案手下留情 面对着唯一一次 踏入权力中枢的机会 太秀犹豫了 可东哲居然毫不犹豫地 跪在了太秀面前 为了更高的诠释 东哲早就把真言抛出脑后 然后播放了一段 女星车美莲的吸毒视频 劲爆的画面 撩拨了太秀的心弦 最终 太秀在这番威逼利用下妥协了 太秀放过了宋白浩 却把赔偿金 争取到了五千万 中午 致米妈妈送来了便当作为感谢 可是太秀一口口吞下 致米妈妈送来的便当 就如同吞下自己最后的良知 东哲如约带着太秀 去参加韩强直的秘密聚会 在这里 平日衣冠楚楚的官员 名流 记者 都显露出来贪婪色欲的本性 太秀还见到了 传说中的韩强直 随着韩强直走进房间 所有人都列队欢迎 他就像君王一样 闭腻着所有人 同时他也是太秀的偶像 东哲把太秀介绍给了韩强直 他叫来一边的宋白浩 跟太秀打招呼 对于这种人渣 太秀连正眼看一眼都觉得脏 对他自然没有好脸色 得亏东哲打了原场 韩强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立刻就看穿了太秀内在的自尊和骄傲 宋白浩拉着太秀到一边喝酒 又粗俗地介绍起玩女人的心得 气得太秀起身要走 韩强直的这一巴掌 彻底打碎了太秀的自尊 一番质地有声的言论 更是令太秀毛色顿开 要想进入权力的中枢 尊严 良心 这些都是无用的东西 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补路无尸骸 才是掌握权力的密码 太秀明白 自己如果不拿出态度 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付出东流 这是向权力的代表 韩强直递交的投名状 就这样 太秀正式融入这个团体 整个聚会 因为韩强直的怒火 浸入寒蝉 又因为太秀的举动 重新被推向火热的高潮 连韩强直都对太秀表示了赞赏 所有人都剥掉了文明的伪装 大家喝酒 狂欢 甚至将韩强直拉进C位唱歌 随着所有人都陷入疯狂 太秀已经在唱响 因为这次战队 而带来的权势和金钱 狂欢过后 太秀和宋白浩 恭敬地送走了韩强直 醉酒的宋白浩 再次填不知耻地 说起了致命 就在太秀忍无可忍 向宋白浩挥拳的时候 一个身影从旁边窜了出来 狠狠地将这个人家揍倒 并且毫不犹豫地 给他来了个人工绝育 当年的高中校友 如今已经是野狗帮的二把手 韩强直利用自己的职权 摧毁了木浦最大的帮派 扶持金应秀的野狗帮上位 并提供庇护 而金应秀 帮韩强直铲除异己 提供金钱 他们以金应秀 经营的屠宰场做掩护 狼狈为奸 两个昔日的小混混 现在都已出人头地 说起当年的旧事 两人都认为 自己打架胜过对方 男人的胜负语突然冒头 于是太秀和斗日 展开了一场决斗 可惜两人都被绊倒 还是不分胜负 开心过后 太秀头疼起那个人渣的处理 斗日却早有打算 原来斗日早决定 要和太秀结成同盟 相互扶持 黑的斗日来 白的太秀上 就像金应秀和韩强直 斗日的眼光果然毒辣 自那次以后 太秀就成为了韩强直的亲信 只办上头条的案子 只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官员 财阀 在他面前都得低头 太秀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 成为了那百分之一 身边的所有人 也随之享受到了全市的红利 斗日被判刑一年六个月 却只坐了八个月的牢 上西被前辈刁难 只要一个电话 对方就得服软 名利全市 如今的太秀都唾手可得了 可是就算是这样拥有全市的太秀 也无法阻止父亲和妹妹的贪婪 他们打着韩强直的旗号 干着违法中介的活计 太秀为此十分恼火 和妹妹妹夫大吵一架 妹妹失言以开饭店为由 向哥哥要钱 为了帮妹妹 太秀只能把目标对准了上西 太秀陪着上西打了六局网球 又进行了床上有氧运动 才终于偷到了上西的保险柜钥匙 可是妹妹失言 却偷偷把这笔钱投入了违法中介 也为日后埋下了一颗炸弹 韩国又到了政权交替的时候 第十五届总统大选 押对了边就继续顺风顺水步步高升 可要是押错了下场不言而喻 检察长纠结于战队 为此对所有人大发雷霆 并急乱投意的检察长 请求韩强直给予自己帮助 于是韩强直为检察长选择了金大中候选人 并且带着检察长给金大中送上了一份投名状 这是关乎命运的时刻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结果 连韩强直都开始了求神拜佛 或许是贿赂神灵的钱起了效果 战略三部支持的金大中中选 又是一场黄欢 所有人都被胜利冲关了头脑 毫无形象的放浪行害 紧接着 韩强直受命于新总统 对曾经的对手展开了猛烈的报复 战略三部以舞弊问题 对某大型企业进行调查 然后通过他们 揪出了某企业与某议员的贿赂 以这样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方式 成功把新总统政敌的社会新闻送上了头条 舆论顿时喧嚣尘上 可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不仅在舆论上回击 还搬出了韩强直的老上司 文希剧律师 哪知道韩强直一见面 就敲断了文希剧的腿 狼狈的文希剧只能嘲讽韩强直 对方不会罢手 可是韩强直早就做好了安排 战略三部存了不少人的黑料 韩强直放出著名女星车美莲的吸粉录像 画面露骨相艳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用热点掩盖热点转移焦点 就像障眼法一样 这一招让对方想要通过媒体自编的计划落空 最终逼得对方不得不在战略三部的大楼下 当着所有媒体鞠躬道歉 太秀三人就这样站在楼上 看着对方享受胜利 太秀和东哲随着这场战役的胜利升职加薪 韩强直的权势也更上一层楼 带着大家到军事禁区 晒日光浴也不过一句话的是 东哲好奇 韩强直怎么知道新总统会报复 韩强直顺势给几人好好上了一课 是上位者展现权势拉拢人心的手段 随着太秀的步步高升 邓日的野心也渐渐膨胀 他开始私吞钱款 培植自己的势力 金英秀虽然有所察觉 却按兵不动 同时 邓日也开始劝说太秀与自己合作 谋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势 太秀却笑而不语 虽然太秀暂时没有在职位上 有更大的野望 但是却开始挽起了女迷心 太秀和一个叫全西星的新人 搅和在了一起 还让逗日帮他解决了麻烦 韩强直做事很纳高调 早就惹来了瞩目 有人就将目光投向了韩强直的身边 违法中介的爸爸 黑道的兄弟 太秀简直满身破绽 早就盯上韩强直的检察官安息衍 打算从太秀作为突破口 韩强直也找上太秀 提醒他大选将至 不要让斗日惹出祸来 并暗示他 舍弃斗日 可是太秀也是骑虎难下 违法中介出了事 太秀的小舅子 把事栽在太秀坝头上跑路了 太秀只能找斗日解决 可是找到小舅子的时候 最激动的是东哲 因为他也亏进去大笔的钱 斗日上前劝架却被暴走 斗日对冬日的藐视 彻底激发了他的野心 斗日想要自立为王 太秀知道这样很危险 但是为了源源不断的钱 太秀最终没有说出口 而且太秀已经自顾不暇了 太秀和小明星的事情 被上西知道了 上西拖着太秀所有的家当 送到了战略部 当着所有人拿出了太秀出轨的照片 并提出了离婚 太秀无奈回到了父亲家 斗日开始疯狂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可是韩强直忙着大选 根本没精力顾及斗日 为此韩强直把卢武炫一党的污点交了出去 当所有人焦急地等待大选结果的时候 太秀收到了离婚证书 太秀想去挽回上西 却被上西撞见和全西星亲密的样子 同时 卢武炫当选的消息也传来了 太秀这下彻底绝望了 就在此时 更糟的情况出现了 安西眼抓住了斗日的把柄 因为斗日和韩强直明面上的关系 最终韩强直亏是已久的检察长之未落选 韩强直把怒火都撒在了太秀身上 斗日也遭到了野狗帮和警方的双重追击 要保住斗日的命 只能祈祷抓住她的是警察 而韩强直为了自保 开始讨好执政党 把自己的同盟当作替罪羊推了出去 并再次向检察长的位置发起了冲锋 而作为出了纰漏的手下 太秀被发配到偏远地区 韩强直承诺 只是让太秀避避风头 可是随着政治局势的风云变换 回归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韩强直开始疯狂地扩张自己的黑白势力 太秀就这样被排挤出了权力的中心 可是身处牢狱中的斗日 不甘心就这样失败 他拜托太秀 把自己藏起来的钱分给以前的兄弟 可太秀为了保命背叛斗日 把钱全部还给了金印秀 太秀没有等来调回去的任命 安息眼却找上了门 安息眼想撬开太秀的嘴 把韩强直拉下马 太秀知道 要自保就什么也不能说 只能耍无赖 赶走了安息眼 太秀赶紧去找东哲帮忙 听说了安息眼找上太秀之后 东哲把太秀拉到一边 然后立刻挽起了便脸 太秀终于意识到 自己早就是韩强直的弃子了 两年之后 斗日减刑出狱了 太秀根本无言面对斗日 而斗日则召集了昔日的手下 打算复仇 斗日找到了正在海边 喝得醉醺醺的太秀 大雨滂沱中 两人一个在车内 一个在散下 斗日不愿接受太秀的背叛 拨通了太秀的电话 前途的无望 背叛的愧疚 离婚的痛苦 终于在这一瞬间 将太秀给压垮了 就在太秀在大雨中 举举独行时 一辆车停在了太秀身边 车上走下了两个 意想不到的人 韩强直和东哲 两人从首尔赶来 说着和以前一样的邀请 太秀突然又燃起了希望 而另一边 斗日的手下们 拦在斗日的车前 想要阻止斗日 孤注一掷的行为 可是斗日 还是不顾兄弟们的阻拦 开车追了上去 就在太秀三人还在车里 毫无借地 有说有笑时 斗日的车 出其不意地撞了上来 太秀三人都受了重伤 被送进了医院 可是韩强直和东哲一醒来 就扔下太秀 办了转院 太秀虽然奇怪 但当时已经无暇多想 直到六个月后 太秀从斗日小弟那儿得到了真相 金印秀豢养了几头恶犬 专门用来铲除异己 太秀知道太多韩强直的黑料 为防太秀泄密 韩强直要让恶犬把太秀活吃了 毁尸灭迹 得到消息的斗日 用撞车的方式阻止了韩强直 自己却遭到了黑白两道的追杀 走投无路之下 斗日为自己做了一身崭新的西装 然后独自找上了金印秀 面对金印秀和他的爪牙 斗日面不改色 英勇不屈地拼杀 可是最终双拳难敌四手 愧疚 感激 痛苦 把太秀击打得体无完肤 为此他陷入了颓丧中 只能每天喝得醉醺醺地麻痹自己 直到妹妹焦急地找上门 因为斗日的干预 韩强直没能除掉太秀 但是韩强直还是不打算放过太秀 于是他把魔爪伸向了太秀的父亲 以此逼迫太秀就范 太秀跟着韩强直 用这样的方法对付过很多政敌 但是现在刀架在了太秀的脖子上 太秀终于体会到了那种无力的绝望 沉溺于酒精的身体 也终于支撑不住了 人总是要在失去后才开始后悔 太秀后悔为了加入韩强直的势力 包庇那个宋百好 后悔为了保命出卖斗日 后悔为了刺激背叛妻子 最后悔的就是为了金钱全市 出卖了自己的良知 太秀被送进了医院 可是为他着急的只剩下那个他一直看不起的妹妹 而电视中传来了前总统卢武炫自杀的消息 太秀突然想起了韩强直说过的话 整个韩国都在为卢武炫的死而悲痛哀悼 唯有韩强直在举杯庆祝 他的权势更上一层楼 韩强直如愿坐上了检察长的宝座 而太秀为了救出父亲 终于辞去了检察官的职位 可是韩强直还要赶尽杀绝 查封了太秀家全部财产 失去了一切的太秀 终于到了触底反弹的时刻 太秀做了一身和斗日一样的西装 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赌上了一切向韩强直复仇 太秀找到了被韩强直发配到乡下的安息眼 太秀还有一张翻身的底牌 太秀的岳父有些人脉 能提供帮助 但是在那之前 太秀要去追回妻子上西 太秀邀请上西在麦当劳共进晚餐 并置之死地而后生 把签字的离婚协议交给上西 上西在太秀的眼神中 又看到了当年的他 在岳父的帮助下 太秀成功地和在野党搭上了线 成为了在野党要推荐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但是在被推向前台之前 先得让在野党的王牌 给太秀打造全新的人设 太秀的回答成功地取得了在野党核心人士的认可 为了更精准地把握 王牌要先听一听太秀的故事 虽然内心抗拒 但是太秀还是剖析了自己的人生 意想不到的是 太秀正是在野党理想中的好资质 出身贫苦 互相偏远 参加过民主运动 当过检察官 见识过司法系统的黑暗 立志要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是一个自己淋过雨 所以要为雨中人撑伞的好人 这简直是一个完美人设 然后太秀又扔下韩强植 与黑道勾结的重磅炸弹 顿时舆论哗然 在野党借机推动了强大的攻势 这就是太秀走向政坛的第一步 韩强植也不是吃素的 立刻约见了太秀 韩强植抓住太秀岳父 首尾不干净作为威胁 太秀就以韩强植妻儿都在国外 借此洗钱来还击 两人表面平静地切着牛排 其实早已交手数招 这一刻 太秀再也不是那个 仰视韩强植的崇拜者 而是韩强植势力敌的对手 韩强植也拿出了十分的精神 准备来一场舆论战 可是这回韩强植面对的 是一个万分了解他的对手 韩强植的强势反击 早在太秀的预料之中 太秀准备了不止一个后手 豆日的死忠兄弟 为了给豆日报仇 以坐牢为代价 爽快地把野狗帮卖了个干净 野狗帮作为基地的屠宰场 立刻被安息眼查抄 坐实了韩强植与金应秀的勾结 金应秀知道 这回再结难逃了 韩强植还在大开记者招待会 驳斥太秀伪造新闻 太秀的组合拳就到了 太秀宣布要放弃被推荐成为议员 去参与总统大选 消息一出 顿时吸引了所有媒体的目光 韩强植所有的提前布置都成了笑话 他的记者招待会完全没有了吸引力 记者们纷纷离场 舆论的关注再次聚焦太秀 这是太秀向韩强植学习的手段 面对太秀这个优秀的学生 韩强植终于乱了阵脚 就在韩强植在黑料储备库里 大发雷霆的时候 前来逮捕他的安息眼也赶到了 黑料库里的资料让安息眼惊叹 韩强植也意识到自己输了个彻底 而这些资料也会成为韩强植 以权谋私的铁证 太秀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逆风翻盘 从小混混到异国总统的有力竞争者 他完成了一个奇迹 也为整个国家带来了一股新风 太秀和上西走进大街小巷 树立亲民的形象 他们参加各种活动 受到了民众的拥戴 太秀还提出了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提案 在短短的时间里就积累了强大的力量 向总统的位置发起了强力的冲锋 随之而来的 是太秀势力开始占据重要的职位 安西岩成为了第一位女性监察部长 踏实做事的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而太秀也迎来最紧张的时刻 太秀是否当选已经不重要了 那些制造黑暗的人 他们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面对安西岩 韩强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从容镇定 只能虚张声势地大放厥词来威胁恐吓 只是当他真进了监狱后 却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只能在忧郁和恐慌中度过余生 而东哲则被发配到了偏远的乡村 可是他色心不改 躲在路边偷窥女性群底 被监视器拍了个正招 上了社会新闻的头条 简直是丢脸丢到了家 彻底射死 权势是太秀 韩强直 东哲等所有人追逐的 他邪恶 韩强直和金英秀为了他丧尽天良 他善良 弱小的人受到了他的庇护 其实无关善恶 只在人心而已 追逐强大的力量是人的本性 本没有错 但是追逐不代表丢掉良知 阿语谄媚 人不该是权势的奴隶 而应该是自己的主人 作为南韩的最后一个真汉子 马叔的天赋 绝对是绝无仅有的存在 200公斤的哑铃说举就举 别人撸铁是这样 而马叔却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样的超级硬汉 却有着一颗柔软的心 为了逗孩子开心 疯狂展现自己的公二头肌 结果 小时候的马叔身世十分可怜 被领养到美国的他 好日子没过几天 养父母就去世了 作为学校里唯一的亚裔面孔 马叔从小就受尽白眼 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利用自己天生神力的天赋 成为了万力协会的职业运动员 可就在他获得职业比赛的第一个冠军后 因为种族歧视的缘故 被有心之人诬陷使用了违禁药品 气不过的马叔选择用拳头解决了一切 也因此被美国协会永久除名 再也不能禁止夜赛 为了维持生计 马叔成为一名超市保安 吃着廉价的汉堡勉强度日 直到接到国内好兄弟进击的电话 如今韩国正在举行全国万力大赛 赢的人不仅可以拿到十亿奖金 还能拿到全国比赛的入场券 进击承诺 只要马叔来参赛 自己会打脸好一切 就这样 马叔毅然决然选择回国 去找回曾经被遗失的梦想 两人刚见面 马叔就狠狠教训了进击一波 接着 进击带马叔 在陌生人的周岁宴上蹭起了席 一顿胡吃海喝后 在满嘴跑火车的把主家一顿夸 好在这种场合下 主人也不好计较 酒足饭爆后 进击带着马叔开始了韩国一日游 各种景点逛了个遍 作为好兄弟 静姬还送给马叔一份大礼 那就是他亲生母亲的家庭住址 隔天一早 马叔就循着地址找了过去 可到了家门口 却迟迟不敢按门铃 两个小孩自称 自己的外婆就住在这里 来不及戏聊 马叔就接到进击的电话 匆匆离开 孩子的妈妈秀珍 听到有人找来 顿时吓得不轻 在竞姬的引荐下 马叔见到了这次比赛中自己的赞助人刘社长 其实也就是个放高利贷的 竞姬自作聪明 自称运动经纪人想骗他入伙 结果 最后竞姬提议 可以先在刘社长的地下竞技场 举办万力赛 并开设赌局 就会有高额现金进账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为了验证马叔是不是真如竞姬所说的那么厉害 刘社长举办了一场小型的万力赛 不出所料 马叔一一战胜了对手 小嫖是一个富二代 也是刘社长背后的金主 对马克的实力相当满意 还提供了豪华的酒店套房 让他们好好放松一把 第二天 马叔又一次去了母亲家附近 还被俩小孩一眼认出 一番询问后才得知 他们口中的外婆 确实是自己的母亲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妈妈 看来马叔有了个妹妹 等秀珍出门的时候 马叔一路尾随了过去 在东大门开档口的秀珍 也认出马叔就是昨天孩子们提到的怪叔叔 等拿着一个盒子追出去时 马叔已经尴尬逃走 近期交代马叔 金主吩咐过 等下的比赛第一场要赢 第二场则一定要输 满口答应的马叔 在第一场轻松赢过了大块头 可就在这时 秀珍抱着盒子找来了这里 妹妹尽在咫尺 马叔突然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输 赔了钱的刘社长刚要发飙 近期灵机一动 拉住韩国综合排名第一的康宝 提议让马叔和他比一局 谁知康宝拒绝在赌博场上比赛 马叔也不愿再来第三局 近期敏锐察觉到 马叔和秀珍的关系不一般 既然马叔不肯说 近期决定自己问清楚 谁知牙子必报的刘社长也找了过来 关键时刻 马叔现身了 看到警察过来 刘社长立马反咬一口 逃之夭夭 就这样 马叔和静姬 因为寻衅姿势被带进了橘子 因为护照和行李都被落在了档口 马叔无法自证身份 近期努力解释 马叔只是长得比较凶 其实是个万利赛职业选手 但警察们根本不信 非要验个真假 这时 秀珍带着两个孩子赶到 还拿来了马叔的护照 以及多年前 穆兹俠的合影 自称是马叔被领养后 才出生的妹妹 有了秀珍的帮助 马叔得以从橘子里出来 突然得知如此巨大的信息量 让马叔有些不知所措 正好无处可去的二人 就这样在秀珍家暂时住下了 看到外甥急着上厕所 门却卡住打不开时 看到妹妹秀珍 被一群不良少年欺负时 因为突然出现了家人 让秀珍和马叔的相处 变得十分尴尬 善良的马叔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提着行李准备离开时 看到了刘社长的两个小弟 直奔秀珍家而去 被马叔叫住 马叔留下来 为他们当起的主厨 囊中羞涩的马叔 转而带他们吃起了大餐 用的依然是禁机惯用的 那一套蹭吃大法 谁知却被选为幸运观众 上台为主人送祝福 两个孩子越来越喜欢 这个宛如超人一般的舅舅 但他也有怂的时候 看到还在动的章鱼 更是吓得瞳孔地震 但只要是外甥女的请求 马叔从来都不会拒绝 日间的相处中 马叔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情 白天为他们做饭 晚上就哄孩子们睡觉 不仅修好了厕所门 还把乱糟糟糟的屋子 整理得井井有条 要是遇到有人乱憋车 马叔一下车就能不怒自威 因为他的存在 讨债的小弟再也不敢上门 最近 进击在一番操作后 终于让马叔有了一次 和职业选手对战的机会 这是由电视台举办的一场万力大赛 赢了的人可以得到100万奖金 连续手累的康宝 这下遇到对手了 一家人欢天喜地地享用着美食 康宝的队友却认为 马叔只是运气好而已 毕竟康宝已经在前面的对战中 消耗了不少体力 不服气的外甥女 用实力替马叔挣足了面子 一家人在海边玩得不亦乐乎 秀珍也第一次 从心里认同了马叔这个哥哥 马叔一掰成名 静姬自然要接好这波天的富贵 锦罗密鼓打造了一只马叔的专属宣传片 如今就等着赞助商找上门来就行了 可普通民众却并不认同 这种只用蛮力的竞技项目 不止马叔需要靠一场专业的万力赛来证明自己 静姬也同样如此 她的父亲因为遭合作伙伴欺骗 欠下巨额债务 如今只能靠当保安勉强度日 还要时常遭受羞辱 静姬迫切需要马叔来赢得比赛的冠军 从而缓解自己的窘境 因为迟迟没有拉到赞助商 静姬再一次把希望放在了刘社长身上 谁知刘社长早已找到了能替代马叔的人 他叫班吉 不仅个头更大 力量更强 还更听话 此人号称手腕终结者 曾因用违禁药被协会除名 每一次比赛都要废掉对方的手腕 方肯罢休 喋喋不休拉投资的竞技 很快就感受到他的可怕 然而马叔却在未读邮件中 翻到了妈妈两年前发给自己的内容 这才知道秀珍并不是自己的亲妹妹 而是老人看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太可怜 主动邀请母子三人住进家里来的 两年来老人和秀珍互相照顾 没有血缘关系 却胜死母女 在母亲的临位前 秀珍也坦白了一切 可马叔始终无法接受 她用亲情来欺骗自己 至于静机 马叔一直知道 他在利用自己挣钱 只是把他当弟弟看待 努力配合他而已 种种事件让马叔失落到极点 独自逃离了这里 纵然已经分开 但他们对彼此的挂念依然还在 萎靡一段时间后 马叔决定为了两个孩子的期待 重新振作起来 为即将到来的韩国万里大赛做准备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没闲着 转眼到了比赛的日子 静机果然等到了马叔 二人兵事前嫌的同时 康宝也过来为他加油打气 谁知刘社长不合时宜的出现 嘲讽他们都将被班级按在地上摩擦 在无数观众的欢呼中 预赛拉开序幕 所有选手入场 只要获得这次比赛的冠军 就会赢得十亿奖金 以及世界大赛的入场券 秀珍虽然没有去现场 但一直关注着这次比赛 孩子们一番商议后决定 亲自去现场为舅舅加油 比赛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 马叔 康宝和班级 纷纷迎战各自的对手 预赛结束后 刘社长找到竞机 打算用五亿定金 加上五亿尾款收买他 想办法让马叔输给班级 被竞机断然拒绝 在16强的比赛中 马叔虽然再次战胜对手 可手腕的旧伤也复发了 目睹此景的竞机 试图说服马叔 在赢了康宝后就此打住 只要输给班级 两人还可以一人分得五亿 否则马叔很可能会被班级弄伤 被马叔拒绝 转眼迎来了马叔和康宝对战 两个小家伙也终于赶到了现场 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 在一番较量后 马叔率先进入前三名 竞机看到了马叔脸上的决心 并决定陪他一起振振当当的比下去 可拿走的钱并不是那么容易退还的 刘社长将近机一顿暴打时 马叔走了进来 马叔也不废话 用行动说明了一切 随着决赛拉开畜牧 现场的气氛达到顶峰 大块头的班级并没有把马叔放在眼里 班级的不讲武德 让马叔的伤更加雪上加霜 这让接下来的比赛更加充满变数 此时秀珍也踪踪赶到了现场 默默为台上的马叔加油鼓劲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仿佛给马叔打了一剂强心针 曾经那些幸福美好的画面 纷纷涌上心头 这让在失败边缘的马叔再次燃起斗志 不仅现场的观众沸腾了 就连正在直播的每一个人 都被马叔这股不服输的毅力折服 赔得一塌糊涂的富二代 只能拿刘社长撒起了气 终于马叔凭借努力和忍耐 得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冠军奖杯 面对镜头 他鼓起勇气说出对妈妈的心里话 故事的最后 马叔代表韩国 再一次站上了世界万力大赛的舞台 而家人则是他最强有力的后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